老将波尔在这一场球中彻底燃烧了自己 你能想到他已经43岁了吗 张本智和作为新生代的超新星 依旧免不了要给老将交学费 这是2024年多哈常规挑战赛的总决赛 波尔在这之前的半决赛淘汰了中国台北的林云如 而张本智和则是战胜了队友互上损服 以张本智和近期的状态 本以为他最多4比2也能拿下来 可是波叔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40多岁的运动员 张本智和以11比8先下一城 张本智和连续得分 他的喊叫声也不绝于二 反观波尔不慌不忙 靠着自己的绝国超转无拳球慢慢追分 双方1比1站平 打到相持球 波尔以稳为主 逼出了张本智和的失误 连续的快带压得张本智和非常难受 波尔2比1领先张本智和 第四局 找回状态的张本智和 在开局便保持领先 双方2比2站平 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五局 表现急躁的张本开局就不少失误 随着一声声霸气的怒吼 张本在中后段反超比分 3比2领先的张本 形式一片大好 第六局 张本智和开局就8比3领先 如果对面是普通运动员 恐怕已经摆烂了 可波尔是谁 欧洲拼弹多年的霸主 老练的他仍旧稳扎稳打 这个擦鞭也救了命 小将张本这会儿略显急躁 波尔抓住了尸头 一股作气打下第六局 决胜局 双方仍旧胶着 波尔开局落后 但在中后段反超了比分 随着一声声露吼 波尔拿到了冠军点 张本赢下了这个精彩的相持回合 但胜利的天平已向波尔清醒 波尔赢了 让我们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老将不死 心火相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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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